第二题你们可以参考一下 这个东西我觉得现在有点太早了 你们可以认真想办法看懂 我觉得对你们对未来的学习衔接是有点帮助的 好,那我们来看例三 它说半径为A跟B的两个圆是外切的 两个圆外切 外切 外切 那外切的时候呢 这个它说设两个公切线的夹角叫做2θ 要求这个tgθ是多少 相切把它移在一起 好,那这时候两个圆外切了 公切线我们把它画出来 这两条线叫做公切线 公切线的夹角是2θ 这个夹角是2θ 那你还去求tgθ是多少 好,那我们先画一下图 首先这个大的边就要B 下的边这个A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来思考一下这个图形 怎么看啊 这个是我们的2θ,一半就是我们的θ 我们要去看的是这个小角的tgθ 可是这个小角没有相对的边长 所以我做一个辅助的图形 做在这个两个圆形相连的地方 我做一条平行的线过来 那这时候这个 因为是平行线 所以对应的角是相等 那这个时候斜边就是多少 斜边就是b加a 那么对边是多少 看这个图就知道是b b-a 那我们下面的边是不是可以算了 我假设叫l l的长度等于根号的b加a的平方 减掉b-a的平方 那b加a的平方减掉b-a的平方 会变成几呢 这变成根号的4ab 提出来就变成2根号ab 那我们来tgθ就可以看到了 这时候tgθ 就可以写成2根号ab 分之b-a 这是我们的tg 可以吗 一样斜边分支 一边一样是零边分支对边吗 零边分支对边 就可以知道答案 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图形基本上画出来以后 再去找三角形跟这个角度的关系 那找到以后 你就可以去列出我们的条件 那历史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新竹炎雅伦教你测量地球半径 嘿嘿嘿 好 这个只是要跟你们讲一个这个历史上这个车 测地球半径的技巧 好 首先呢 这个要测地球半径的时候呢 我们爬到一个高山上 爬到一座高山上以后呢 这个地球半径先稍微画 往前看 这叫做四角 这个水平线 那往这个帆船刚升起的地方看 这叫什么线 这叫地平线 好 那水平线 四平线跟地平线 中间的夹角 假设叫θ 可以吗 那三的高度是可以测量就是h 地球半径是我们的r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三角形 想办法把这个地球半径整理出来 那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我们以知 假设我们经过数学的计算 知道这个cosθ的数值是多少 跟h是多少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看这个三角形 在三角形里面斜边的r加h 底边是r 那这个角度是θ cosθ就变成了r加h分之r 所以r就等于rcosθ 加上hcosθ 那你把r整理栽取再整理出来数字就好了 所以移过去 变成r倍的1-cosθ 就等于hcosθ 可以吗 好 那把它除下去 最后我们就知道半径可以怎么算 这个半径就可以写成hcosθ 再除以1-cosθ 你如果知道这个cosθ 知道h它就可以算出来了 那这个东西呢 实际上就是以前人去测量这个地球半径估算的方法 我记得是6500公里 大约啦 大约是6500公里 好 就这样你们再稍微看一下这个问题 我记得是6500公里的地球半径估算的方法